我们的小程序需要一些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来自我们的后端服务 这个后端服务你要单独的去创建 暂时你可以使用我提供的一组数据 地址就是这个resources 您好在net 微信appcase下面的db.json 小程序可以请求的域名 我们需要去配置一下 在小程序的后台打开设置 开发设置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配置一下 配置一下域名 以我们的管理员身份的 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去验证一下 自己的身份 这里我们可以先去配置一下 允许小程序的request请求的域名 先添加一个resources.0号.net 等你有了自己的后端服务接口以后 你可以在这里去把你的后端服务的 主机名放在这里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微信开发设工具 先关掉它 重新的再打开它 再打开详情 域名信息 这里会出现我们配置好的 允许请求的域名 或者你也可以去暂时的 先在项目设置里面 去勾选一下 这个不教验安全的域名 这样你就可以不需要 在小程序的后台去配置 允许的安全域名了 回到我们的项目 打开小程序的主逻辑 这里我们可以给它添加一个onlaunch 这个生命周期的方法 小程序初始化完成以后 会去执行这个方法 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wxrequest的这个接口 它可以去发出http的请求 给它一个对象参数 里面先添加一个url这个属性 去设置一下请求的那个地址 请求成功以后会去执行success这个回调 得到的响应会在这个response里面 我们可以先去把这个响应 输出到控制台上检查一下 你可以看到在控制台上面 会输出得到的这个响应 得到的那个具体的数据 会在这个data这个属性里面 再回过来 然后在上面我们先去添加一个 globaldata这个属性 它里面我们可以去放一些 小程序的初始化的一些数据 小程序页面需要的一些数据 我们可以在每一个页面加在以后 去请求一面需要的数据 但是因为我的这个小程序数据不多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在初始化小程序以后 得到数据 然后呢放在小程序的这个全局数据里面 在这个request的success回调里面 我们再去用一下object assign 去把请求得到的数据 放在globaldata这个对象里面 请求得到的数据呢 就是在这个response的data这个属性里面 回到开发者工具 我们可以在控制台上面去测试一下 constapp 用一下getapp这个方法 这个getapp可以得到小程序的实力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app里面的 这个globaldata属性里面的东西 那么你会看到 这里呢会包含我们请求回来的这些数据 给大家看一下 感谢观看